小哥不小心撞了下大妈 得知小伙儿着急送外卖 他一把抓住人家衣领 见小哥不想给 他一把抱住人家大腿 边哭边说大人乐 小伙儿见状 只好掏出钱 想给两百了事 没想到大妈全都抢了过去 随后大妈来到菜市场 对着白菜叶就是一顿巴 老板看到这顿时不高兴了 老太太把菜一扔 闭上眼睛装头晕 还打开了药瓶 老板看到后 只能自认倒霉 往回走时 看到抢劫的 他急忙掏出手机 快看快看 小伙儿被抓现场 随后发到网上 劫匪一瞪眼 吓得他转身就跑 我怎么看着像是抢劫呀 我亲眼看到的 要是抢劫 我能不管吗 正得意时 不料撞到了快递员 你走路没长眼啊 砸到我 我饿死你 然后举起手机 快递员暴力搬运 乱摔大家都快递呀 对了人家就是一顿拍 正在这时 手机响了 老板让他去接下孩子 他笑呵呵的满口答应 可刚挂断电话 呸 当着保姆 一个月才八千块 把我当下人使唤了 接完孩子就往家走 还边走边看手机 坐电梯时 他把每个楼层都按了一遍 随后捂着嘴跑了出来 坐到另一步上 还高兴得不得了 可出去时 把婴儿车流到了电梯里 回到家后 嗑起了瓜子 突然老板问 你怎么还没去接孩子 孩子 我早接了呀 他顿时一惊 娃娃直接跳到他脖子上 没过多久 他就趴在地上 没了动静 你说这算不算 最有应得 大妈非常喜欢占便宜 这天小区免费报送子 他一听就来了精神 端起盆就要往家走 却被女孩制止了 免费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拿 这小便宜你都要占吗 我就是要占 怎么别都拿走回家宝 见有人带头 其他人纷纷动起手来 眨眼间 材料就被一抢而空 这一幕 恰好被路过的女孩拍了下来 还发到了网上 可第二天 大妈就找上门来 这视频是不是你拍的 原来视频火了 播放量几千万 网上都说我素质差 哎 这小便宜 免费的 这还没完 无奈的女孩只好转了过去 可回家的路上 看到工人把梯子放到门口 等人家进屋后 他装模作样的喊了两句 扛起梯子就往家走 小师傅见状急忙叫住了他 小伙刚要发飙 大妈就耍起了无赖 说完就抱住小伙大腿 还撒破道 小伙见状 只能自恋倒霉 大妈则露出胜利的微笑 站起来后 扛着二百斤的梯子往家走 可半路上越走越累 怎么变重了 下一秒 他就被梯子重重的压到了下面 他也不在小便宜 叫 叫 随后大妈就不见了 女人趴到婚车上 不停的喊腰疼 仙狼刚下来 可他就是不走 仙狼没办法 只好送了个红包 就这百十块钱 你大方要饭的呢 我没见过机会这么小气的 既然及时快到了 他只好又送了几个红包 新郎官 大气哦 还牵了口红包 这还没完 他又跑到婚礼上 一顿胡吃海喝 这个好吃 这个贵 随后拿起桌上的白酒 直接塞到包里 小两口过来敬酒时 他只顾吃饭 不敢抬头 哎 舅妈 我敬你一杯 小美 这不是你大姨吗 这不是我大姨啊 这不是你舅妈吗 原来你来 我地上来偷吃偷饿了啊 他顿时耍起了无赖 往凳子上一坐 没办法 只能破财免灾 接近一天 就要了这么多红包 突然有人敲门 谁啊 阿姨 我们是来请您喝喜酒的 喜酒 有红包吗 有 我们给您包大红包 一天有红包呢 他立马跟两人揍了出去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见过结婚车要钱的吗 老太太看到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用力推了起来 车主看到后 急忙揍了过来 可他却说 他挡我路了 我就推 怎么的 小伙上来就让他赔钱 我都七十了 要钱没有 救命有一条 随后抓着小伙胳膊 幸好被同伴劝住 只能自认倒霉 老太太走着走着 突然觉得胳膊非常冷 可他没当一回事 又来到包子铺 嫌一个不够吃 想多拿几个 却被制止了 他拿起包子 就扔到老板脸上 随后坐到地上 撒起了泼 这年多了 您天天来 一分钱都没有给过 怎么就成欺负人了 可他还不依不劳 我累着不走了 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看到顾客指指点点 老板只好屈服 又给了几个包子 他非常得意 突然打了个机灵 脖子上一阵凉意袭来 他觉得非常奇怪 可没当一回事 回到家后 嫌志愿者只送东西 不给钱 直接给钱不就好了 正在这时 房东来敲门 不奔不奔 就是不奔 人家看他可怜 让他免费住了七年 现在房子要拆迁了 你一分钱不给我 你就想打发我走 不可能 随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你没求你帮我 可下一秒 他的双手快速结冰 随后冰冻的速度越来越快 眨眼间整个人就成了冰雕 那么现实生活中 真有这样的人吗 手上有一张小嘴 越来越大 男人邪魅一笑 对准旁边的女友 下一秒 他就变成一堆钱 就在刚刚 他偷了老人的救命钱 可打开钱包一看 里面只有两百块 突然红布黏到了手上 他用力一拽 顿时疼得弯下了腰 并惊一看 手上多出一道伤口 可他没当一回事 又瞄准下一个目标 跟农民工大哥撞了下 就把手机偷走了 这时手上的伤口越来越大 晚上玩王者龙药时 手机突然不见了 窝了个乖乖 伤口慢慢变大 随后从里面吐出一堆钱 他非常兴奋 在腿上搓了搓 急忙拿起另一部手机 迫不及待地放到嘴里 紧接着就多了一叠钱 光这些还不够 又把钱包 手机吞了进去 从此之后 他越来越有钱 还找了个女朋友 不过他的欲望越来越强 为了钱 甚至把手伸向女友 还没等女友反应过来 他就变成白花花的钞票 男人非常得意 可笑着笑着 突然手不受控制 对准了自己 他非常害怕 只见小嘴慢慢张开 越来越大 下一秒 男人就不见了 而老人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 你支持老人的做法吗 男人一张嘴 竟然吐出了塑料 窝了个乖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有人要跳楼 他却说 快跳呀 但那个手不急了啊 人们对他指指点点 他看什么看 你不都懂得看着呢 随后离开了人群 可下一秒 为了一阵翻江倒海 嘴一张 就吐出一个垃圾 可他没当一回事 刚走两步 又被足球砸中头 小朋友健壮 急忙道歉 没关系 下午注意点就好啊 嗯 可一转身 就伸出右脚 把孩子绊倒在地 不过报应随之而来 又从嘴里吐出更大的塑料 他也非常纳闷 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走着走着 突然二哈叫了两声 把他吓了一跳 于是拿了个有毒的包子 扔了过去 他正得意时 突然觉得非常难受 这次竟然吐出个一拉罐 这也太邪门了 吓得他赶紧跑回家 当外卖小哥说 二十分钟才到 他顿时破口大骂 让小哥马上送来 要不就投诉人家 没过几秒 外卖还真送来了 可从猫眼里一看 小哥正站在身后 第二天保家姨来收拾房间 可刚打开门 里面的垃圾就涌了出来 你说他到底做了多少缺得事 老人躺在病床上 孙子却拔掉呼吸机电源 给自己的手机充电 随后还跟奶奶拍了张合影 原来这孩子从小就被惯坏了 去表姐家做客 上来就抢人家手机 把手机给大熊玩了怎么了 可抢过来后 发现有开机密码 于是将手机扔到鱼缸里 一扭头看见了口红 拿起来就在本子上画了个圈 小玉 你不会跟大熊计较的对吧 她还是个孩子 见孕妇在等公交车 用力将人家推了出去 幸好被男友扶住了 只因他想看看孕妇摔倒 会不会流产 男人刚要动手 却被奶奶拦了下来 男人见状只能妥协 去超市购物 拿起可乐换个不停 随后把方便面捏成碎渣 看见路人经过 拿起新买的水枪 对着人家就是一顿呲 还说 坐电梯时 把所有楼层都按了一遍 这天高考时 志愿者免费发冰棍 却被小伙制止了 可老人消化不了 吃了几口就闹起了肚子 急忙躲到草丛后面解决起来 男孩见树上有个鸟窝 于是拿起棍子 用力一戳 将鸟窝捅了下来 奶奶 那还有 奶奶一看是马蜂窝 急忙阻止 可还是晚了一步 下一秒 马蜂围着老人飞个不停 遮得浑身都是包 男孩则兴奋的手舞足蹈 随后老人就被送到了医院 男孩玩手机时 突然没电了 看到呼吸机的插座 想都没想就拔了下来 然后插上了充电器 老人小脸憋得通红 想告诉孙子 可手怎么都抬不起来 男孩拍了张照片后 老人就没了呼吸 而没了老人庇护的男孩 最后变成一只玩具熊 被捉妖师永久封印在了瓶子里 老人见女孩不给自己浪坐 骂了两句后 一把将女孩拽到地上 而被欺负的女孩是个盲人 欺负盲人 你还有没有人性 旁边的人也指指点点 公园里见小孩在玩球 他悄悄伸出了右脚 去超市买水果 随地吐瓜子皮 看见新鲜的车里子 抓了一把就往嘴里塞 随后他就装心脏疼 小伙彻底没辙了 让他随便吃 见桌子上有部手机 他悄悄伸出手拿了过来 可人家还是学生根本没钱 老太太一听顿时怒了 胳膊一抬 将手机摔到了地上 去商场里随便吐瓜子皮 见邻居带了珍珠项链 他上去一把就给人家拽断了 还用脚踩了两下 因为坏事做的太多 报应终于来了 坐电梯时 灯光不停地闪烁 他被关在了里面 拍了半天都没人来救 好不容易出来了 还不知道收敛 一脚将指示板踢飞 刚一转身 就掉进了坑里 最后被捉妖师带走了 你说他是不是最有应得 俩熊孩子对着孕妇肚子用力一推 幸好被老公拉住了 他们还非常兴奋 电视上说 孕妇穿的会流产 我们看到会不会流产 男人非常愤怒 刚骂了两句 一个老太太就冒了出来 男人一听更生气乐 刚要动手教育孩子 男人见状只能妥协 三人则露出胜利的微笑 回到家后 兄弟俩吵了起来 老太太见状 急忙将两人分开 随后拿起弹弓 猛的一松手 两人则偷偷躲了起来 老太太还说 然后去朋友家串门 两孩子直接跑上楼 在柜子里一顿乱翻 找到薯片后就抢了起来 结果撒到床上到处都是 女人刚要发飙 却被老太太拽住了 她只好坐了回去 而熊孩子抓着项链 用力一拽 珍珠就撒了一地 老太太见状说 女人则把他们赶了出去 回到家后 看到柜子上的索料 全部倒进杯子里 没办法 她只能全部喝了进去 下一秒 就头晕目眩摔到了地上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熊孩子 会怎么说呢